明威嘛 明威就是 怎麼說 本來是來客串三集的 可是後來就是他跟雅妍搭起來 真的是那個 火花 火花非常的好 所以那時候後來本來說客串三集 後來都一拍就18集 對 甚至就拍到底了 那明威是一個 我覺得對這個戲起了很大的作用 至少在 該輕鬆的時候 每次看到她出來都會覺得很開心 那你覺得她可以跳脫鞋型嗎 可以啊 真的嗎 對啊 我都覺得她可以很容易 那邵翔呢 邵翔呢 邵翔我跟她合作三檔戲 我記得我在拍褲子的時候我有跟她說 我每次看到你的褲子 她是一直在成長的 除何坦白講我拍她 就印象很深刻 除何是一個 會帶著想法的現場 然後 可是一開始她 我覺得她都沒有把自己 展開 我記得我是跟雅瑩在聊天 然後 我就 我就跟雅瑩講說 其實 所有人都是給我的感覺像 偽裝的笨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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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沒辦法把自己的本性 外放 所以她就用一種 讓大家都覺得她是笨蛋的方式 要隱藏自己 其實除何 她 她是 我的想法很深 我就覺得她有點低 那樣的一個 之後慢慢熟了 就會知道其實 她是一個很有想法的男生 雅瑩 其實 其實很坦白這樣 我合作過的藝人裡面 他真的是非常專注力 非常勾動的故事 而且無時無刻 就是都沒有那種 一絲一毫要放鬆的那種放鬆性 我形容不是說 有時候帶放鬆到不放鬆 但是他隨時都是非常拘謹 隨時都是非常在意自己的表演 根本的時候其實 要不是他那麼專注的討論 我都不覺得 今天會有這個VCR在日本 大家好 大家好 其實這次 他們主要來拍這個東西的時候 其實我心情是有點激動的 就是說 其實我是從年輕的時候 我非常喜歡入戲 我是看藝劇長大的 我是日劇女 那 今天就是說 我自己拍的東西可以在日本 就是他們自己辦一個簽名會 我都覺得也有容忍 那當然這是大家一起創作出來的結果 那 我也希望這個朋友 那還有台灣去的 我們是大家都可以繼續支持 這些藝人還有這場戲 好 就這樣子 謝謝導演 好 需不需要比個小愛心 哈哈哈 導演 你對鏡頭比個小愛心好了 愛心是怎麼比啊 這樣這樣這樣交叉交叉 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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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